首先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跟提升工作效率有關 平常大家滑鼠應該用很多 那我問一下 除了剛剛白板裡面叫你不要幹這件事情 我講過這個真的 你用的都是最難的 比如說我這個字要複製起來 你是不是要這樣複製 你有沒有發現你用的是最難的方法 因為眼睛看到之後 還要叫手按住挖鼠移到那邊 是不是要精準對位 你知道這AI很難耶 所以呢我們看一個 平常大家比如說像 我是很少 現在很少去雅虎了 不知道各位常不常去齁 我們現在有沒有很多資料 不管是Office裡面的還是網頁上的 你是要複製 因為我們蒐集資料也好 你就需要複製嘛 那這裡 我們看看生活的 好 假設你要複製這裡面的內容 那你看標題要複製 你怎麼做 我都這樣子啊 閉著眼睛 這樣有沒有 123 有沒有 要這一段 123 你有沒有覺得我比較快一點 123 我一直在講123嗎 123 滑鼠點三架就好了 你們Office Word也會用嗎 對不對 Word也有類似的功能 點兩架會什麼 點兩架有沒有發現 會變成一個詞 對 點三架 123 就叫整段 這樣也要齁 所以下次不要那麼辛苦好嗎 讓眼睛休息一下 閉著眼睛123就好了 這樣就會了 好那 請問如果你要這一段加這一段怎麼辦 沒有 蛤 六下 六下 123456 沒問題 三下已經緊繃了 三為多好嗎 所以123 是不是先一段 請問檔案總管你要加 第二個檔案 第三個檔案加選 你要哪一個 按Ctrl 但是可不可以用Shift 也可以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Shift 來這邊往下按住Shift點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第二段 再往下按住Shift點一下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複製那個你就會 那我就不用講 所以有沒有覺得這樣以後省事很多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 可以用Shift點頭點尾這樣就好 Shift點頭點尾喔 好聰明喔 123 如果你要比較多段是這樣嗎 按住Shift 怎麼你會 你看 大家都會有 對啊 沒錯啊 真的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比較多段 你就這樣 當然啦 如果全部都在Ctrl 加起來比較快 所以 不錯 你看馬上就局域反山了 但是我有一個小問題 如果這個是超連結 請問你怎麼要點123 點一下就走了 對不對 所以呢 萬一你是超連結的 你就移到前面一點 有沒有這樣沒有變超連結 我放大一點齁 在這邊 現在本來在這邊 這邊是沒有超連結 123 有沒有選起來 這樣了解齁 當然我不能跟你保證 每一個都可以啦 因為這個要看網站的寫法 不過原則上 其實我們每一個超連結 或標題 事實上都是一個段落 都是一個段落齁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很容易就可以把這些連結 複製起來 因為有些時候你要複製這些連結 老實講還真的不好對耶 眼睛要對不好對 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OK一點 來馬上還給你 實際測驗一下